接续桃园计程车驾驶 桃园捷运司机达到7成的疫苗接种率后 市长曾文燦宣布 从7月19号开始到21号连续3天 要完成市区公车司机疫苗接种作业 提升全市公共运输整体防护能力 先前公布国道客运司机 以及计程车驾驶开放施打疫苗后 因为缺少了市区公车司机 市府就积极的跟中央沟通 协调后也正式宣布 争取到辖内市区公车司机开放疫苗接种服务 从7月19号开始连续3天要施打完毕 计程车的司机部分 目前已经告一个段落 已经打完将近7成6的司机 都已经完成疫苗的施打 那么有关于我们桃园市的公车司机 包括免费公车的这些司机 我们也有向中央来反映 来列入这个疫苗施打对象 那么中央目前还在做审核的状态 但是桃园市政府考量到 在过去的这个足迹的这个确诊者足迹里面 都有蛮多都是有搭乘公车的这种现象 所以由桃园这边就率先挪动这个疫苗的存量 为了提升桃园公共运输从业人员的防疫保护 交通局完成了968位市区公车司机造册作业 针对其中565位有意愿施打AZ疫苗的驾驶 先行安排到大远国际高中来集体施打 疫苗施打完成之后可以有效的提升 我们整体桃园在公共运输的防疫的能力上 会做更加的提升 也可以顺利的来接续下个礼拜 可能降级解封 那么把整个公车运量 恢复到原来状态的一个前置作业 因应后续的防疫措施 交通局的说明会依照现况来调整行车班次 司机人员的防护也会要求完善 那确保市民达成权益 桃园一切新闻林队峰桃园长文报道